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 俗称七夕也是所谓的东方情人节 位于槟城桥治市的城隍庙 一如既往的在这一天香火鼎盛 从清晨六点开始就有络绎不绝的善信 到庙宇去前程的摩拜祝生娘娘 或俗称的七娘妈 祈求好姻缘好人缘 七夕节也被相传为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因此近年来这个日子也被裹上了浪漫的爱情色彩 逐渐受到年轻人的关注 坐落在槟城桥治市的城隍庙 拥有超过百年历史 里头供奉着祝生娘娘或俗称七娘妈 被认为是妇女儿童和情侣的守护神 善信们都会准备七色花香粉花露水红线等 摩拜娘娘祈求好姻缘好人缘 也有人祈求事业顺利健康平安 刚好爸爸生日就陪他来拜拜 然后也是亲母娘娘嘛 然后因为之前的时候 我在这边槟城做工的时候 我也是有来这边拜拜过的 那时候是单身 然后拜了过后就找到男朋友了 所以现在也是谈婚论嫁要结婚了的 你来这里拜其实不一定只是为了姻缘 你也是为了你的人缘好 不一定讲说来这里就是找另外一班 你爸也是给你人缘预遇到的人好 不会有那种大大小小的事情 每一年都有来拜 以前就是带着小孩子15岁的时候来出花园 来拜拜 求平安 给他们听话 读书聪明 这样 现在就带孙来了 带孙来拜拜 这样 所以就是每一年我都会到 到了这里 来拜拜 在城隍庙内工作超过50年的庙住 杨晓明表示 参拜妻娘妈的善信一年比一年多 以前都是长辈带着试婚儿女前来膜拜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都是单枪匹马来向月老求姻缘 除了本地人 当中也有很多外地人慕名前来 六点多 六点多就有人了 就有人来了 人家五六点上班的时候就很急了 很多人他们上班就很多人来拜 我们就开到十一二点 是因为今天七十一水开到 对对对 拜到人完了我们就关门 七十一今天春秋就很多人 没有少了越来越多越多年轻人来拜 求姻缘多了 他们金加坡 金融坡 很多人都来求 大多数求 下次看他们算算对对来拜 虽然如今百物价格调涨 就连参拜七娘妈的供品成本 也水涨船高 但妙柱表示 所有供品一律没有涨价 我们下期见